一个平庸的男性和一个非常杰出水平的女性 同等薪资你觉得老板会用谁 一定是那个女性吗 想的不想 为什么 因为职业当中筛选一个人的第一个标准是你的职业技能 只有同等你跟那个人技能可能会性别略战优势或略战略势 所以一定意义上来讲 其实核心还是你的本领取向 你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打拳击 你看拳击界前两天有一个来公司的蔡中菊 他是世界拳王 他就算世界拳王当中长得特别漂亮的拳王水平了 当然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拳王当中长得不漂亮的拳王 女拳王是不是也有 那我们会不会用这个拳王的漂亮来定义他胜负成败的关键呢 不会 我们是以他打拳的水平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拳王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既漂亮又能力很强 比如像古爱玲那种 是不是他又容易很出跳 首先我们先成为奥运冠军 先成为世界拳王 是靠技能取得的 但是我们在所有的世界拳王奥运冠军当中 未来我们能取得更高的高度 其实有的时候 静别才会在那个集中 包括你的外貌 你的学历 以及你的其他才会起到一些价值 所以我觉得职业这个领域当中 第一个问一下自己本领过不过硬 我现在也做直播销售 你知道的 那你说我要一个东西 讲品我都讲不明白 讲不清楚 我长得再漂亮 我是另外一个性别有什么用呢 没有任何的用 因为消费者来到你这是觉得说 我来听你讲 你能把原理道理方法论给我讲清楚 这个环节是第一关键 第二点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要打破一些自我设定 我经常会做自我设定 你们可能男性感觉不到 我们作为女性 经常需要做一件事 就打破自我设定 因为社会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会认知到 对于女孩是有一个判断的 比如说我见一些客户 或者见一些合作伙伴 我去之前 我就会先调研一下 我去的合作伙伴 她的一些背景 如果碰到一些 她的思维是 比如说她海外回来 或者是经常接受一些 不一样的这种多元化想法的人 其实我就会表现得自我一点 就更张文一点 那个性格 你们也懂的 但是如果我碰到一种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或者是比较封闭的这种环境 塑造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 其实我会表现的是 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人 那你看我的这种转变 其实都是我 但是又是不一样的我 有的时候 我跟一些特殊的合作伙伴去讲 我会表现得更加的 功气十足 第三点 我不去谈中国的我们的文化 其实就是女性 既得在外面 也得做好工作 同时也得对内照顾家 尤其三台政策一出之后 你想这个女性 不断地生育 不断地补育 势必就有 差不多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 是不能all in 在你的事业当中的 你得需要同时 去有均衡性的平衡工作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来讲 其实我想讲 所有女性面对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家孩子多一点 我家孩子少一点 只有这方面数量的差别 但是实质上的内容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更加能够锻炼好 一个女性的韧性 你会发现 好多女性韧性很强 经常受到挫折 还能够经常的很开心 这个时候 女性的韧性 反而在这种环境之下 能被锻炼的更强 这是一个优势 第二点就是 你的多面手能力很强 你需要情商很高 面对孩子怎么说 面对另外一半怎么说 面对客户怎么说 你得需要同时应对 那这个环境也会塑造一个 更有情商感的这种女性 所以很多问题 其实我们不必把它 拘泥于性别上的对立 而更应该考虑一些 我们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额外能收获什么更多 当你拥有这种 加法思维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都会迎日而解